8月已过,为大家整理一下周深8月的微博,也看一下周深8月的舞台。 3日周深发博说,啊,好像相册里,有一些照片,都泛黄了,拿出来晒晒,晒晒,晒晒。 4日发博说,很开心再一次来到了百花奖的现场,也很开心能在这个舞台首唱电影解密的中文主题曲解密。 每次都特别开心能用歌声参与电影或者电视剧作品,意味着我也是这用影视造梦的一部分,有机会参与给无数人的梦,真的是很幸福的是最后,也希望大家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自己的解密方法,在路途尽头寻找到自己。 看一眼。 我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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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一生 若一沙走花 梦中追悟 我遇见我 五日发博说 找合拍的音乐搭子 唱被吸引的歌 来看看City不City啊 五日还发博说 这是一台很娃娃的闺蜜机 我推的 天猫精灵 今天发布会上 对于这款产品的介绍 有没有让你感到超级哇哦 拥有了它 彭佛同时拥有了 居家移动影院 居家K歌神器 等等等等 4K三分屏 好视听更哇哦 到底还有什么惊喜功能 等你来继续发现 天猫精灵哇哦 规秘技定制版 还为大家准备了更多定制权益哦 这次把蓝沙色外壳安排上了 小身材拥有好音质 还能跳舞的音箱 藏不住的礼物正式和大家见面了 KK歌 在哪里K都可以 天猫精灵表话教程 10日发布说 七夕快乐 星期六快乐 很荣幸能在七夕 为75对海军恋人的集体婚礼唱歌 这10分钟视频实在很值得慢慢看 当浪花白遇见中国红 左手千里 右手敬礼 从新婚到迎婚 再到今婚 能感受到涓涓流淌的爱 温暖而深情 温馨又浪漫 红星闪闪亮 一代代前行 七夕的星河照亮此刻的约定 愿大家的生活永远甜蜜幸福 红星闪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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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去战斗 一代代前行 一代代豪豪荡荡荡 11日发布说 音乐园计划 快乐必拿下 来看看吧 同日发布说 美意的空壳 在填满的过程中有了意义 谢谢每一个你 却还在问我填满空壳的意义 可我只是害怕你弄丢了你自己 你说旧的你已经就快要分崩离析 还不知道新的你该在哪里找寻 我带着他们去 也许再次相遇 也许再次相遇 再轻轻拥抱你 这空壳是我也是你 也是你 同日还发布说 好热好热好热 这下我们大家真的变成熟人了 八九成熟的那种 虽然这个周末南京天气真的很热很热 但是谢谢你推掉好多事情 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和我见面 我担心天气太热 大家会热的难受影响大家心情和状态 但是没想到你们给了我这么多惊喜 大家热情到让我丝毫感觉不到天气炎热 给了我太多惊喜 好像所有的困难遇到大家都消失了 当然我知道不会消失 只是我们一起克服了 谢谢你 我们真的好幸福好幸运 我们拥有最好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扛过风扛过雨 也经历过高温 这是我第一次体育场连开 好像真的遇到你们之后 所有不可能都有可能了 你看你是不是小瞧了自己 谢谢你 辛苦你了 所以我们要继续见面啊 我们在见面之前 都要照顾好自己 我们终会在某个时刻见面的 非常感谢黄亚琼妹妹 再次来到我的演唱会 要幸福快乐每一天哦 谢谢你 让我们全场朋友 都沾到了满满的喜庆 祝福我们大家都越来越好 努力都有回报 谢谢我米 无论你在哪 我都在这 我还想 我还想再说一个故事 就是奥运说以前我不是出了成都吗 嗯 所以就关于这个小美满这个愿望 我当时是许了一个愿望的 就是 因为属于自己嘛 就想说拿这个 就是奥运冠军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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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方与我龙上她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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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日发博说 每遇到一首歌都是一次美妙的缘分 每次这首歌被你听到更是美妙的缘分 很开心能在舞台上唱歌 在舞台上唱歌新歌其实一直是还挺冒险 压力挺大的事 谢谢大家愿意听 也谢谢音乐园计划节目组能让我们去尝试 要不来试试于东然创作的 一口气副歌的沉默的羔羊 或者来听听有点伤感的原创音乐人 欧横包安全创作的只字不提 后来的你关于我以只字不提 欧横包安全创作的只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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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收藏 21日发博说 今天兼个职 新浪新员工现实上岗 人生第一次扫楼 激动 紧张 怎么办 要怎么扫 做什么事情才会显得我很有经验的样子 需要注意些什么 只有一次的新手光环会有magic吗 第一次扫楼 真的好忙 好忙 感觉一直在做事情 忙到 竟然写错了自己新专辑名字 反身代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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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身代词啊 但是反身代词才是正确的语言学名词用语哈 想听周深新专辑的朋友们 记得要搜反身代词 扫楼 太 可怕 太 忙 了 谢谢大家 大家辛苦了 24日发博说 第一 大莲花连开 我们做到了 谢谢你们 带我去到一个又一个新的地方 信号可能被干扰 但是爱不会 浪漫不会 看到你们自发点亮手机手电筒 一直挥舞着 陪着我 给我支持和爱 点点光亮汇聚成了一片星星之海 是今晚大莲花最美的风景 我好感动 让我想起我们以前没有专门舞台的相遇 没有座位的相遇 没有荧光棒的时候的相遇 真的好感动 好美 这怎么能不是一个奇迹时刻呢 这怎么能不是一个倒流回最初的相遇呢 这怎么不是你们向我迈出的每一步呢 像金少刚老师说的一样 我好幸福 我要多感谢我的观众 你们太好了 你们太辛苦了 是你们填满空壳的我 我拥有最棒的观众 你们真的好棒 好棒 好棒啊 感谢雷哥的随机降落 虽然我已经斗不过您了 感谢蜜姐陪家人来看我 让我想起那一份份不泼冷水的爱 谢谢LPD 谢谢每一个道场帮助过我 给我鼓励的老师 最最重要的谢谢生米 谢谢每一个道场的你 谢谢你听过我的每一个人 谢谢你和我都向彼此奔赴而来 让我们期待下一次相遇 在下一次相遇之前 照顾好自己 25日发博说 遇到什么事情 都任他顺其自然的发生 不要自己压缩自己 不要争吵 不要责备 别让吃 睡 笑和哭都成为负担 其实都没关系 来磕糖吧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不要忘记一颗糖就能带来的快乐哦 我们都是你 我们都是你 这一天早就要改变 加速着呼吸 分点心的美丽 被踩在着地 这双鞋又缝细 被达不出的问题 说不清的道理 其实都没有关系 同日还发博说 善良的话 如果反着说 感觉自己的耳朵 突然就被抓住了 相信每个人 都会有纠结 那好 迷惑的时候 这首歌里 包含了太多 自我的一些纠结 与拉扯 那么请听这首小屋 屋和文创作的歌曲 颠倒之间 见到的灵魂 见到的花 自我肆意拉扯 26日发博说 没想到一转眼 都是第九年来 东方风云榜了 不过这次尤其的开心 把19年在东方风云榜 喊出来的 《少管我》唱到专辑 反身代词里 时隔五年 再把《少管我》 带回到了娘家 感谢东方风云音乐盛典 给我的荣誉 从第一次来到 东方风云榜 拿到的第一个新人奖 再到今天的 最佳男歌手 十大金曲 时间之海 以及最佳舞台 人士 谢谢大家看到了我 谢谢大家给我的褒奖 谢谢这么多年 帮助我呈现音乐作品的 各位老师 每一份荣誉背后 都有很多老师们的付出 最重要的 当然是要谢谢 我的每一位生米 谢谢你们茫茫人海中 看到了渺小的我 选择我来陪伴你 谢谢每一位听过我的人 谢谢你们听到歌手周深 我一定会更加努力好好唱歌 我们一定会见面的 在我们见面之前 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呀 29日发博说 微博15周年了 微博生日快乐 翻出第一条微博 记录的是 自己送给自己的高中毕业礼物 一个人爬华山 也是自己迈出人生冒险路的第一步 现在的我很幸运地收获了 属于我的璀璨 你 每一个听我唱歌的你 现在的你还好吗 要逆风不退继续前行哦 祝我们天天不赌 祝微博服务器永远不赌 我先说 我们在这里 我先说 你写我 你写我 我写我 那你写我 我写我 你写我 写我 我写我 我写我 你写我